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被安排去506號房間 剛才職員已經幫我們介紹了房間裡有什麼 再試一下這個小小的溫室 一進來其實這間房間是Chin's Room 因為在空葉位置已經有很多都Full Booking 前面的窗戶如果充滿了紅葉的話都蠻漂亮的 但現在應該都落得七七八八 左邊有全身鏡 右邊其實是一個大新的衣櫃 又是有個夾蠻 又是有一些溫泉雷管的服裝和鞋 然後就開燈了 然後來到右邊就是一個浴室 這裏有馬桶和浴缸的 先開一看 其實這個尺寸好像跟我們在京都那間差不多 小一點 浴缸也是小一點 但其實去到溫泉雷管也很少在自己房間裡洗澡 大多數可以去洗澡和洗澡 洗澡和洗澡已經很好 出來了 就是水鍋 還有熱水鍋 還有一些洗澡 還有一些洗澡 接著把冷卻裝開 我把冷卻裝在一起 把冷卻裝在一起 揉得更強 不能教你 它把他鎖死了 看起來 不知道是不是 它鎖死了 不讓他拍下去 有兩瓶水,啤酒,水也要錢 所以我們首先在便利店裡買了少許飲品 啤酒要891元,水也要錢350元,很少油 現在出來就是train's room 都是一些基本設定的東西,有些櫃通,有些字給你寫東西 還有這個桌子很舊式的感覺,裡面有一個鐘頭 還有這個空氣清新機,少少的電視台 風筒竟然放在這裡 這裡的櫃是沒有東西的 這個是煙灰光 浴衣 這個也是女裝的 轉衣是毛巾 出的,剛才有人有職員開門,按鐘 問問,這個窗要開的,謝謝 是拉的 是拉的 其實這個蚊網 很大的風流聲 看不到,這邊才看到 對面就是柔月山莊,是紅棚館的姊妹館 那邊就小一點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對著枯枝,應該是放了紅葉 如果有紅葉,應該是很漂亮 嗯 好,差不多這樣 其實紅龍館總共有八層 五至八樓是客室,四樓是Lobby 一樓其實就是紅龍館的大浴場 二樓就是通過柔月山莊的通道 裡面都有柔月山莊的休息的位置 以及一些 souvenir shop 三樓其實就是紅龍館吃夜的地方 以及泰設風呂的地方 這是二樓的三樓 紅龍館的大浴場 都是分為男女兩邊 裡面各自有兩個溫泉可以浸泡 其中一個是自家泉源 是一個金泉 金泉就是有馬溫泉最出名的泉源 大家真的要試一下 這裡有一部冷茶機浸泡給你喝 剛剛進來泰設風呂 我們預約了八點半的 因為泰設風呂的關係就沒有其他人 所以才可以拍片 一大浴場那些就不要拍片了 一到你其實大門口右邊有個廁所 所以有電話鍵 你預約了之後 按個八字跟他說已經浸完了 我們看看外面 我們就預約了木桶式的 紅棚館其實有山洞 還有這個紅酒 紅酒太誇張了 我覺得山洞坐得不舒服 最後訂了木桶 因為地下濕的關係我就不出去拍 其實就是這樣 一個人可以享用整個風呂 也是舒服的 如果想靜靜一點的話 其實這個是不錯的選擇 整個時間就是40分鐘 這40分鐘就只有你 紅棚館有條 走路一直走 就會走到魷魚山莊 一樓就可以走過來 之後呢 應該坐 這裡已經是魷魚山莊 魷魚山莊的Lobby 然後呢 在這邊就 由啤酒去拿一杯 這裡也是一個寶貝賓的 當大家浸完溫泉之後 其實就可以去 遊魚山莊這一邊 那大家可以在這個位置 就拿到一杯的山啤 那要記住 時間是5點至7點才有的 這就是魷魚山莊這麼小 那就是魷魚山莊 那是魷魚山莊 那魷魚山莊的休息空間 就真是蠻舒服的 那還有這裡的寶貝賓 賣的東西是跟紅龍館那邊不同 所以大家一定要過來看一看 看一看 剛才浸露天是幾爽 我覺得 剛才浸露天是幾爽 剛才浸露天是幾爽 對 對 這條路就是 下回到 魷魚山莊的大浴場 我想這條路都是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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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邊就是 下面這個條路是 向前往 角色 裏مة 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大陸墙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在柚月山庄浸泡他们的大陸墙 因为我们看他们的官网和红龙馆的泉源是一样的 但是柚月山庄的温泉比较小,所以我们就选择没有在那边浸泡温泉 红龙馆晚饭,我们就有另一条直播片 已经拍下整个吃晚饭的过程 大家可以进去看看整个晚饭,红龙馆是有什么吃的 今次红龙馆开箱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带大家去看看不同的酒店和温泉旅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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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